你好我是澳洲亨瑞 有很多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 亨瑞有没有那种就是躺在家里面 什么都不干就能享受到高收益的投资方式 今天我要告诉你真的有这种方法 这是最近这几年可以说最流行的一种主流投资方式 它的好处就是风险不大 但是收益却非常的稳定 可以让你躺在沙发上 也享受到全球精英人士给你带来的高回报率 巴菲特曾经有一天就跟他太太说过 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 你就不要动任何脑子 把你所有的钱拿去买这种投资产品就OK了 今天这期视频我想带你了解一下 最近这几年非常红火的懒人投资方式 就叫做ETF 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期的内容 因为它真的非常的重要 我是澳洲亨瑞 带你用商业视角看我们的海外生活 如果你喜欢我这一期的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 另外给我一点反应 给个大拇指也可以 往下的大拇指也可以 没关系好吗 让我知道有人在看 反正关于钱这东西多知道一点 绝对没有坏处对吗 了解ETF之前 我想先告诉你一个简单的 经济思维叫做点线灭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思维的时候 我也很震撼 十几年前美国的一对双胞胎 老大在大学毕业之后 选择了去传统企业福特公司上班 老二毕业了之后 去了一家比较有潜力的网络型公司 Facebook上班 十几年过去了 老大的工资 跟当时刚进行业的时候几乎不变 而老二的工资 已经变成了现在的10倍了 而且有很多人鼓励他出来创业 要给他钱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人生 不是说在一个点上努力就可以了 绝大部分人的财富 是因为当时选对了一条线 这条线上面带来的红利 就可以把我们的努力放大成很多倍 什么是面 面就是你选择一个整个生态 选择一个国家的一个能力 举个例子 过去的十几年 如果你很不幸 在一个经济正在慢慢衰落的一个国家 比如说欧洲的希腊 经历了很多的财务危机 你在这个国家里面再怎么努力 你会发现你最终努力 获得的收入也不是特别多 而你购买的房产 这些资产甚至正在发生巨额的贬值 所以学会投资国家 投资一个重大的生态 这又是一个人生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抉择 很多人会说了 Henry 你说的这些有道理 我听的明白 但是我又不是专业人士 你让我怎么选 过去的做法 是让你去买这种银行发行的 这种基金类的产品 说白了就是银行 或者银行下面的投资公司 帮你拿着钱去投资 但是基金类的产品 有很多的缺点 比如说交易费特别的高 因为没有一个合理的退出机制 让你退出成本特别高 同时市场不是开放交易的 所以价格不是透明的 甚至一度发生 就是整个市场特别好 但是大量的基金公司是在亏损的 导致大家对基金公司失望透底了 那什么是ETF ETF是exchange treated funds的一个缩写 其实原则上来讲 它也是一种基金 但是你买的并不是基金这个产品 买的是帮你去买基金的这家公司 或者它分支出来的产品的所有权 就比如说我去火锅店里面吃火锅 像我这样有选择障碍的 我就选择不了 这么多蔬菜里面 我又想吃青菜 又想吃菠菜 我应该怎么选 这时候火锅店就发明了一个拼盘 解决了你这种不会选择的烦恼 当一个ETF的基金发行的公司 他们选择去制作这样的一个产品 去收购股份的时候 他们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是我们普通人在投资的时候 有一个思维陷阱 比如说我们去投资的时候 我们尽可能的想要去军风化 投一些苹果 投一些特斯拉 投一些Facebook 但是如果我投了很多的特斯拉 我就觉得好像对不起苹果 我就尽可能的想要去军风 但这种ETF类的产品 他不会有这个犹豫 他会根据公司过去经营的业绩 尽可能的把蛋糕 是根据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去进行分配 而不是平均分配 另外一个就是普通人会遇到的投资陷阱 就是我买了一家A公司 买了一家B公司的股票 结果A公司赚钱 B公司亏钱 绝大部分人的选择是什么 是卖掉赚钱的公司 然后保留不赚钱的公司 这就是人类的一种正常心理 叫做损失厌恶 这样反而导致我们投资的行为 会越来越糟糕 但是ETF他也没有这样的烦恼 他会根据公司的现在的操作 做出的一些决定 迅速的调整 保证我们持有的都是一些健康 有发展潜力的公司 另外一点就是人们在选择股票的时候 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些偏好的 比如说我特别看好电动车这个行业 但是我特别讨厌Elon Musk 或者我不喜欢特斯拉 我不想投这家公司 我想投整个行业怎么办 在过去如果你要投10家电动车的公司 那就意味着你要买10家公司的股票 然后天天盯着他们看 那个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 对吗 但是ETF有这种行业类别 或者这种国家类别的这种投资产品 也就是说他把整个行业里面的 各家公司进行了一个布局 或者对一个国家的前10名的股票 进行了一个布局 最终选择了几只优秀的股票 放到了他的投资栏里面 比起平时要看十几家公司的股价 你现在只要盯着一个股价去看就OK了 比如说你现在花200美金 去购买了Vanguard的VOO这个产品 意味着你就是把美国 现在最大的前10名的公司的股票 全部都买下来了 你不再需要把200美金 all in去买一个公司的股票了 而是把200美金分配到了前10名的公司上面 而且这个比例是由Vanguard他背后的团队 这些专业人士来帮你决定的 这时候市场上比如说发生一些突发情况 比亚盖茨突然离婚了 某某某公司老板突然套现股票了等等 这种重大个股带来的重大事件 对于你个股的影响就被降低了 ETF这几年这么火 它是不是只适合普通人 其实即使像巴菲特这样的投资大亨 也特别看好ETF这种投资逻辑 早在2007年的时候 当时巴菲特就跟华尔街上面的 这些精英人士进行了一个 著名的100万美金的一个赌局 巴菲特当时说我会不动脑子做一个投资 我会直接去买SP500的指数型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 意思就是它相当于买了美国前500名公司的 所有的股票它全部都买了 然后放在自己的一个大的投资栏里面 而这个跟他进行赌博的公司 你可以去购买5个单独的个股 或者买一些什么基金 各种产品都可以 最终我们来比谁的回报率更高一点 用了大概9年的时间 到了2016年 赌局揭晓了巴菲特这种不动脑子 去买这种大盘的这种方法 给他带来了125%的一个回报 而跟他对赌的这家基金公司 背后有大量的专业人士 进行了精挑细选 选择了5个对冲基金 当时5个对冲基金里面 回报率最高的也只有87% 而最惨的一家公司用了9年的时间 只带来了2.8%的一个回报率 连通货膨胀都跑不赢 所以说巴菲特老爷子稳赢了100万 最后他也如约的把100万捐出去了 正是有这些大佬的一些专业的投资理论 什么我们看中长期 我们不要看短期 还有就是不要把什么鸡蛋 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让ETF这种 不买个股 而是买大盘的这种投资行为 开始慢慢的受到了能不能欢迎 也是在过去几年里面 ETF的表现 也确实优于了行业里面 其他各种投资行为很多 所以慢慢让ETF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在告诉你怎么样去进行你的ETF投资之前 我先从技术层面上告诉你一些ETF的优缺点 第一个是交易费特别的便宜 ETF它是一个活跃在市场上可以进行交易的 就像买卖股票一样存在的一种形式 所以你每一次买进卖出的花费 只是一个买股票一样的中间的一个手续费 正常情况 手续费会低于1%左右 但是基金就不一样了 基金的交易成本会高很多 甚至很多时候基金没有到期的时候 在赎回的时候 你还要交一个中间的惩罚性的利息 所以ETF跟基金比起来交易成本低很多 另外第二点就是ETF会节约你大量的时间和经验 你有没有看过那种在自己的桌子上面竖了好几个屏幕 然后天天盯着大盘的人 那些人我告诉你要不就是真的是投资精英 要不就是白痴 你把你自己生命中大量的时间丢给了这几个 你永远看不懂的屏幕 而ETF它解决了我们普通人的这种焦虑 反正你也看不懂 那你就别看了 让ETF来帮你做出选择 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ETF的投资门槛特别的低 我们知道很多我们过去买这种基金 它是有个门槛的 什么基金 有的要什么50万100万的这样的门槛 你才能开始购买 但是ETF把这些门槛全部打破了 你只要花个有的时候几十美金几百美金 就可以在这些股票交易平台上面购买到 你想要购买的ETF了 另外一个就是有很多的这种个股 现在的这种股价都超过了上千美金了 如果这时候你的资本比较少 可能买一个个股你都很吃你 但ETF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挑食的行为 因为它是把你的钱平均分配的 这样也可以让你以很低的成本 可以去持有那种就是单价特别高的那些个股 另外ETF它相当于在撬动资本背后的一个力量 资本最大的力量就是它笼络了大量的资源 比如说这些最强大脑 就是这些华尔街背后的特别厉害的这些团队 那ETF在投资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在相当于撬动了这些人的大脑 因为这些人他会帮你去做出选择 帮你去判断哪些股票适合你 最后一个优势 我想说一下 就是当你在一个国家里面去购买 其他国家的投资产品的时候 其实你是冒着两个风险的 第一个是外汇的风险 我们应该明白 就有可能你在其他国家股票涨了 但因为外汇最后造成你根本就没赚钱 还有一个就是你要解决双重税务的问题 就是这种海外投资 你在海外要付多少税 在境内要付多少税 对吧 对于这种没有太多财务知识 没有自己会计师 这其实又是一个负担 但ETF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你在本国购买本国的ETF 也可以购买国外的这些投资产品 而且在很大陈述上 它是帮你把会计的成本 还有汇率的成本都分摊出去了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关心这些事情 那ETF说的这么好 那ETF有没有风险 只要是投资 它就必然有背后的风险存在 ETF一样会给你带来 我们投资经常会遇到的一些烦恼 比如说你的ETF市值下降了 或者整个大盘跌的时候 你的ETF大概率也会跟着一起跌的 当ETF它作为股票一样交易的时候 它的价格你发现是起伏不定的 所以即使表现再好的ETF 也有可能出现 就是你在高位高价的时候买进了它 导致你的购买成本特别的高 还有最后一点 就是ETF背后也是有这些投资精英 在做决定的 而这些投资精英必然有自己的一些偏好 不同的人投资偏好就不一样了 有的人投资上面的是激进派的 如果你买到了一个激进派的ETF 他很有可能会采取这种非常冒险激进的投资的方式 最终也会导致你要承担巨大的风险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理性的看ETF这个事情 说完了这么多我们普通的要进行ETF的购买 应该怎么买 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你要找一个自己的broker 就是自己的一个股票交易平台 你在你所在的国家 比如说我在澳大利亚 我们的CommonSeek, WeSpec交易平台上面 其实你就可以购买ETF了 当你有了自己的broker 有了自己的投资平台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ETF 首先ETF目前的价格 就能反映它现在在市场上面的一个表现 你可以到ETF的这些ranking的这些网站上面 或者去到这家ETF背后的公司 它的报告上面 你都可以查到ETF目前的一个排名 另外你还可以查到ETF里面的一些详细的内容 比如说它是投资哪一个众生领域的 它是投资哪一些类型的公司的 它挑选这些公司 包括持股比例 它的选择是怎么做出来的 它有哪些方法等等 我们投资ETF最根本的一个逻辑是什么 是长期主义 对于绝大部分在投资市场上面 亏了很多钱 或者有不开心的经历的 你会发现他们一定有一个特点 就是情绪特别容易波动 不停的买进买出 为什么有ETF这样的一个产品发生呢 就是现在市场上的很多的投资人 开始渐渐的去理性化了 他们也能够知道自己人性上面的一些弱点 但是我们又不想错过 投资可以带给我们的回报 在今天一个政府都在放水的 这样一个环境下 不投资就在等着自己的钱贬值 我们很多人都在羡慕 像巴菲特就光可口可乐 这一家公司给他带来的回报率 就超过了30亿美金 但是你知道吗 巴菲特持有可口可乐 这家公司的股票已经超过30年了 而且他到哪里都要喝可口可乐 就是一个可口可乐 一个流动的广告牌 而且即使遇到像金融危机这种事情 当可口可乐的股价接近腰斩的时候 巴菲特都站出来稳定市场上面的人心 告诉大家 我不会卖出可口可乐的股票的 你想这样的人是多么的伟大 对吗 做一件事情的韧性 你既然已经选择了 把ETF作为你未来投资的一个选项 你就不要去瞎操心 放在那边放个5年10年 我相信绝大部分人是赚钱的 说实话 像巴菲特这样的高人说的一些道理 我们可能听不懂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听得懂 他说哪只股票好 对吗 巴菲特很少会谈论一个个股 他特别推荐建议普通人去买 但如果你去看一些报道 你会发现巴菲特曾经在公开场合 超过有9次的情况去讨论 说普通人就应该投资ETF ETF几乎是适合所有人进行长期投资的一个选项 所以既然你选择了ETF就坚持住 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公式 1.01的365次方是1.08 而0.99的365次方是0.03 他讲的其实就是当我们去做一件事情 坚持去做的时候 和我们坚持不做一件事情 持续退步的时候 最后它的差距是非常的大的 这就是为什么绝大部分的人赚钱 会发生在他的职业生涯的后半段 或者绝大部分人赚钱都是在50岁之后 才积累到自己的主要的资产了 因为你前面不是在浪费时间 你只是在不停的积累 我们的人生是这样 我们的投资的旅程也是这样 我不停的跟大家讲一些投资的重要性 其实我从来没有给大家推荐过 任何什么房产或者股票 让大家去买 而是我看到了投资这个行为 对于我们整个人生会起到的影响 是多么的巨大 很多的人自始至终都不明白 积少成多 慢慢的去积累 最终会形成一个多么大的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我鼓励身边的人 一定要去分享的原因 分享这条路看起来也许很漫长 但是只要你不断的去分享 你在你行业里面积累到的经验 你积累到的知识 最终就会给你带来巨大的回报 OK 如果你想了解如何免费领取分享这本书 你可以点击我们视频结束的卡片 和我们视频描述区的里面的链接 我是澳洲Henry 用商业视角看我们的海外生活 希望你喜欢我这期视频 也预祝所有订阅了我们频道的小伙伴 未来可以发大财 所以你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吧 点击我们视频的订阅按钮 另外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其他的视频了 我们下次见